三国演义中,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智谋对决向来最为引人注目,而空城记则是这场对决的最高峰。 当时马素丢失皆停,司马懿兵临西城下,诸葛亮无兵可预敌,随大开城门,自己携童子在城楼上悠然抚擒。 司马懿以为有诈,急忙退兵。 这场心理博弈战看似以诸葛亮的妙计退敌收场,实则不然。 毕竟以司马懿的才智和对诸葛亮的了解,这点虚实不会看不出来。 那么既然看穿了空城记,他为什么不会趁胜追击,一举杀掉诸葛亮,而是装傻撤退呢? 他临终的遗言给出了最终的答案。 司马懿深知自己当时的处境暗藏危机,他过高的才能为朝堂上的铜鸟所嫉妒,功高震主,主公也严密提防着他。 正敌的鸣枪案件无数,随时可能因为种种缘故而被除掉。 诸葛亮北伐,曹莹能够与之匹敌的唯有司马懿。 他手握重拳,一旦就此杀死诸葛亮,自己也会再度失去重用。 他心中早已明白鸟进攻藏的道理。 诸葛亮虽是他最大的对手,却也是他在朝堂上存在的最大根基。 只要诸葛亮还活着,他就依然是无可替代的。 曹瑞也不会在这种时候动手灭掉他。 诸葛亮也是因为知道这一点,才以空城计进行了一场豪赌。 在这次高手的对决中,没有真正的败者。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成功续命,但从长远来看,显然司马懿赢得的东西更多。 司马懿临终前说自己位高权重,许多人都怀疑他有二心,这令他时常感到恐惧。 可以看出他一直对自己的处境十分了然,为了自保他也是隐忍到了极致。 空城计就是以退为进,也正是凭借这种过人的隐忍,他才笑到了最后。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